第二题来正比的关系是 如果Y跟X乘正比 那当X是10的时候 Y是28 则第一个要问的叫做 X跟Y的关系是 反正只要他们乘正比 就叫做两个人乘一个固定的K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方程式叫做 Y等于K倍的X 好那K倍到底是几倍 这里吗 他说当X是10的时候 Y是28 我把它带进去 所以28等于10倍的K 所以K就等于2.8 看你要小数还是要分数 那分数我会写成 5分之14 好 我还是习惯分数啦 所以 那个K等于5分之14之后呢 它的关系是 就叫做Y等于5分之14倍的X 好 第一题搞定 第二个 那当X等于25的时候 Y等于多少 那我不就把25带进这个位置吗 对不对 所以Y就等于5分之14乘上25 所以约掉5倍 Y就叫做70 再来第三个 当Y等于-35的时候 那就换成这里是-35 所以-35等于5分之14倍的X 所以X就等于 丢过去是相除 所以就变成乘上14分之5 所以-35乘上14分之5 上下约分7572 所以X的答案就叫做-2分之25 好 所以 乘正比的关系式是这一个 那当X是25 Y就是70 当Y-35的时候 X就是-2分之25 X-3分之25